韓國瑜因為今天要去見薛瑞福 所以不出席今天 這是昨天的新聞 民主基金會的改選 大家都在注意韓國瑜 民主基金會董事長你要不要去 你去以後你執行長怎麼辦等等 不過韓國瑜今天沒去 就由他的指定的 推舉的這個執行長去參加 不過原來的執行長黃玉琳 黃玉琳一直在對韓國瑜喊話 提出辭辰 今天下班後就生效了 所以盧岳宗在6月16號要處理交接 另外韓國瑜到底有沒有 收到開會通知 民進黨黨團說我們書面 當面都有通知他 不過問韓國瑜 韓國瑜也沒有不知可否 所以他們說韓國瑜高招 外交部長說4月2號 曾經當面通知 當面通知 什麼叫當面通知 告訴你一下 其實重點讓他書面比較重要 韓國瑜記者問他你有沒有收到 韓國瑜說謝謝 就去借鑒美國的智庫 我也不回答你 我們看一下今天情況 那大概也已經確認 出任董事長 為了台灣的民主發展 能夠建立一個良好的基礎 那我想韓國瑜院長 一再表明了他的執行長人選 這給大家大概心中有個數吧 這是我們尊重韓國瑜院長的決定 韓國瑜董事長的決定 韓國瑜 這是民主基金會鬧出這麼多的 風風雨雨 其實只有一個問題 就是綠營堅持要拿到 民主基金會執行長這個位置 搞了非常的久 卡涵 手段 什麼都在弄 但我是覺得非常可悲 因為一個由外交部編列 預算的國家基金會 居然無法遵守規定 按照規範進行相關的程序 沒有辦法做到 淪為有心人士操弄 甚至某一些團體政黨的小金庫 我真的覺得不曉得這個基金會 成立的意義在哪裡 當初我們講到知道 這個民主基金會是為了增加 國會外交 增進國際交流的編列的預算 但是這麼多年來 真的有做到這麼多的交流 跟達到他實質的目的嗎 我相信之前 民進黨完全執政的時候 很多都沒有 常常一些費用 經費都是撥給了 可能跟綠營加好的團體 加好的人士手上 完全浪費了名指名高 尤其是當很多的在野 民主基金會 是依據組織章程規定來運作的 沒有任何的問題 如果民主基金會 真的是依照組織規程 來運作的話 這個會議早就開完了 董事長執行長 早就確定是誰了 不會到6月17號才來交接 所以民主基金會 整個都是來亂七八糟 但是我現在希望 綠營可以懸崖樂 這個執行長真的不要再爭了 民主基金會的預算 一年大概在1億5億 5億6左右 當然不少 但是這個預算 真的是要把它花在刀口上 這個預算真的是要花在 國家外交之上 才能夠發揮出它的意義跟目的 而不是以前淪為綠營很多 為了照顧自己而助的手段 現在希望他們能夠 不要再堅持這些東西了 而是讓民主基金會 能夠回到政府 發揮它應有的功能 這個最後選舉好像是 韓國瑜任董事長 沒有選舉 推舉而已 推舉就是選舉 那也是選舉的一個方式 執行長好像也按照 也會按照他的意思 那為什麼吵這麼久 吵這麼久實在是怎麼一回事 我覺得應該是 國民黨擔心好像民進黨不放 應該是擔心這個 那我認為即使不放也不違法 也不違法 這個章程規定並不是 立法院長一定要認董事長 所以我覺得大家在吵這個 不要說預算大不大 預算一億多也是人民的納稅錢 而且它主要的功能 是扮演所謂的惡鬼外交 所以很重要 對台灣現在的外交主經來講很重要 第二個我要澄清的就是說 這個民主基金會不是為立法院 而設立的 不要以為民主基金會就是 專門在辦國會外交 國外交只是民主基金會 裡面的一個業務而已 還有政黨 政黨外交 而且是各政黨 包括國民黨也有拿過補助 有 都有 所以這個不要去誤導 好像給人民感覺說 怎麼你立法院輸了 然後屬於立法院主導的民主基金會 你就不給韓國瑜 你是在卡什麼 我跟你講不是屬於立法院的 民主基金會 它是一個所謂的惡鬼外交 就是民間外交 政黨 智庫 還有一些社團等等 君翊 你講這個 我們兩個都在民主基金會 當過董事 我當過董事 你也當過董事 你也當過董事 立法院的院長 對不對 那個是慣例 好不好 你為什麼要推翻這個慣例 這慣例出現什麼問題 需要你推翻 所以就是各政黨互相不信任 當初國民黨就擔心 是不是會卡寒 我跟你講到最後就沒有 來 鄭成兄 沒有 我覺得 有慣例就按照慣例了 我想今天如果是國民黨的 人家當了院長 國民黨大家也不會想辦法 去跟人家硬拗 就是我覺得民進黨在這一點 就是很多 很多就是 不甘心 不甘心 就是 鬥到底 說要洗敵人心 真的 民進黨要先洗一洗 民進黨本來是一個美少女 我做政黨品牌 做了研究真的很久 以前我年輕的時候 都支持民進黨 那個品牌 我用50個指標 所有的主要政黨我都覺得 民進黨本來是 漂漂亮亮的美少女 現在變什麼 露露 我跟妳講的就是說 以前民進黨 我在講說 因為我做了二十幾年 二十幾年前我才開始做 那時候二十幾年前 民進黨那個品牌多漂亮 國民黨那時候叫露露露 那個真的是很糟糕 但是現在 爛兄爛弟 實在分不太出來 露露露露 已經分不太出來 你最近有在做研究嗎 一直都在做 國民黨不是變漂亮 林桌水 也沒有變漂亮 民進黨跟國民黨一樣的 變成這樣 對啊 真的要 喜利人心 你們這個董事長怎樣 沒有 我們常 我們都做過董事 而且還做了好幾任 因為以前國民黨 就會認為說比較具有一些 國外背景的時候 就要來做 來當這個董事 董事就是一年開了兩次 到三次會議 一次三千塊 對一次三千塊的車馬費 然後就審核你那些預算 然後看到你這預算是花在什麼 任何地方的確有很多的人權團體 特別是很多民進黨 想要支持的很多的 外在的人權團體 也是透過這樣一個基金會 給予他們一些的補助 我覺得這沒什麼好講 而且即使我們有發現 有一些團體 其實有一些很奇怪 為什麼要補助 大家因為都政黨 就像俊毅說的 每個政黨都會有 他們需要支出的 所以我們大家也就是 都用一個比較是 和緩的方法來對待 所以我們也不能理解 為什麼民主基金會 在這一次當中 會變成鬧出這麼大的新聞 其實國會最多數 就是董事長 然後執行長就是由董事長 來做指派 這是法規上規定的 非常的清楚的 沒有 法規沒有規定這樣子 沒有 慣例 董事長的慣例是沒有 但是執行長有特別講 執行長有特別講 所以這沒有什麼好講 韓國瑜也就看過法規 他後面也有很多懂法的人 當他認為說盧葉忠 而且盧葉忠擺出來 很忠心的一個人 所以我無視著塵埃了 我只能說 如果不是民進黨 覺得什麼大大聲的都要 我覺得不需要惹出這一招 然後到最後的結果 不是就是韓國瑜加盧葉忠嗎 你撥這是撥什麼 搞了兩三個月 結果撥到最後 還是國民黨當初所設定的 民進黨到底得到什麼 這是一個教訓 不是 民進黨他就是鬥性強 對 就凡事都要跟你鬥一鬥 對不對 鬥不成也就算了 以前那個公事你記得嗎 都已經執政三年了 都還沒換 人都還換不掉了 還跟人到法院去打官司 這就是 兩個黨的個性是不一樣的 我就是鬥你 鬥你 也許你放棄了就算了 沒放棄最多本來就是這樣 對不對 我也沒什麼虧知 但是這要鬥 這段新聞 所以媒體再說 鬧劇該落寞了